一年一度的Super Runner 誠實陸跑賽 即將於九月初登場 主辦單位特別舉辦了 一系列的精準訓練營 由專業的教練打造訓練課程 讓學員能夠提前做準備 只是起個大早又狂操體能 似乎讓一些學員有些吃不消 大家都很認真 很認真 然後我其實十分鐘 我就開始流汗 很累 但是不行 大家都持自己痕 我就要繼續加油 但是剛剛他說熱身結束 蛤 實在是熱身而已嗎 我怎麼覺得我好累喔 此次訓練營除了精心設計的訓練菜單 還有配速員重旁協助 無非是希望能夠精進參加學員的跑步技能 這樣的安排也吸引了許多跑者 胡同飲伴報名參加 其實在空曠的地區啊 它會比較涼爽 空氣品質會比較好一點 然後天氣比較不會那麼悶熱 可是比賽當天它是在市區 然後都是在城市叢林裡面 所以天氣溫度是一項考驗 看他們就是這次有列了幾個訓練的場地 然後我非常喜歡這幾個訓練場地 因為是平常我沒辦法來的地方 那這次我可以跟大家一起來 然後我覺得很難得 所以我覺得一定要來參加 訓練營的第一站是在河濱邊的平地 接下來還會去到山坡跟海灘等不同地形做訓練 在今時的訓練與不同的環境刺激之後 接下來就看這些參加者們能否藉此突破自我 挑戰個人路跑的最佳紀錄囉 我來提出新聞黃人紅李悠謙 採訪報導 我們在市區時期時期時的 總訓練營的最佳紀錄 然後在市區時期時期以來多分